哈利利亞的弟兄姐妹 晚安 晚安 首先感謝天安真神 感謝神的保守帶領著我們 讓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夠平平安安 也能夠來到神的店裡面 來享受神的安息 感謝神 那小妹今天是用 要聽也要明白 這篇道理來互相勉勵 因為我們常常 有聽 可是都是不明白 不明白神的話音 不明白神的意思 常常會把馬塔福音 我們先大家一起來朗讀 一節到二十節 第一節一杯讀 那時有法利塞人和文士 從耶路撒冷來眷 約束說 你們你的門徒為什麼 換古人的遺傳呢 因為吃飯的時候 他們不洗手 耶穌回答說 你們為什麼因著你們的遺傳 換神的賤命呢 神說 當孝敬父母 又說 咒罵父母的 必自使他 你們倒說 無論何人對父母說 我所當奉給你的 已經做了供奉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這就是你們借著遺傳 廢了神的賤命 假冒為善的人啊 以赛亞指著你們說的議員 是不錯的 他說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卻遠離我 他們將人的吩咐 當作道理教導人 所以拜我也是往南 耶穌就叫了眾人來 對他們說 你們要聽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出口的 乃能誤會人 當時門徒盡全來對他說 法利塞人聽見這話 不符你知道嗎 耶穌回答說 凡栽種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栽種的 必要拔出來 任憑他們吧 他們是蝦園領路的 若是蝦園領蝦子 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裡 彼得對耶穌說 講這比喻 聽 耶穌說 你們到如今還不明白嗎 岂不知 還入口的 是硬到肚子裡 又落在毛策裡嗎 唯獨出口的 是從心裡發出來的 這才誤會人 因為從心裡發出來的 是和法利塞人的問題 就是為古人的遺傳 古人 你看法利塞人 他第一個 古人的遺傳 來熱心 這十五章這裡 第一節跟第二節 這裡講到說 那時有法利塞人 那時有法利塞人和文士 從耶路撒冷來見耶穌說 他說 你門徒啊 為什麼換古人的遺傳呢 因為吃飯的時候 他們不洗手 他們不洗手 他就為了這個遺傳 來這裡告狀 為了這個不洗手來告狀 那我們剛才可以讀到 這個聖前章節這裡 不洗手是個人的 那個台詞說 是不會那個 最後台詞說 是不會誤會人的 可是我們嘴巴出口 是會誤會人的 那因為他是從耶路撒冷 從耶路撒冷到格尼撒勒 就是加利利海附近 他在這裡 馬太福音那個十四章的三十四節 他這裡講到 他十四章的 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四節 他這裡講到說 他說 他們過了海來到格尼撒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 他這邊是講到耶穌的父海 耶穌的父海是彼得 彼得他是 他們耶穌的那個妾吹門徒 上了床就渡那邊去 等到我們這個場景很熟 他在父海 耶穌父海 因為彼得看到 知道耶穌的時候 他就說 主啊 可以我可以到你那裡去嗎 主也說好啊 你來啊 那他那個彼得 就真的就過去了 他的心裡暖螺 看到那個風海又大的時候 就開始怕起來了 就蠢下起來了 就開始求神 主啊來救我吧 所以說 主耶穌就問他說 你這個小心的人 如果是他不小心 如果是他相信神的話 他有信心的話 他就不會怕 所以神就拉來一把 他這裡就講到說 三十四節 因為在格薩尼地方那裡 他又那時候就有法利塞 跟文士來找 找那個主耶穌 就講到犯那個不許守的事情 來 那他就講 從耶路撒冷到我隔離了 後來他有高舉 那個 高舉人的前衛 高舉人的前衛是誰 那我們大家知道 就是那個法利塞人 那製造信仰的衝突 以敬權的假象 以敬權的假象 那他這裡講到 十五節 十五章這裡講到 三到六節他這裡 那他就用 又拿高舉自己的前衛 後來又製造信仰的衝突 跟敬權的假象 他那個三節 三節他這裡講到 耶穌就回答說 他說你們為什麼 因著你們的遺傳 就犯神的誡命呢 他神說當教訓父母 又說咒罵父母的 必自使他 你們道說 無論何人對父母說 我所當奉給你的 已經做了貢獻 已經做了貢獻 他就可以不敬禁父母 就是你們藉著遺傳的 廢了神的誡命 那有的 有他講到說 我的奉獻 我為了你的 養育你的父母的錢 孝順父母的錢 因為我拿去奉獻了 我貢獻給神了 那我就可以不要 不要來孝順父母 他就可以這樣子 因為我 因為我把我的錢都拿去奉獻了 我就不要孝敬父母了 以前啊 發生什麼事情 遺傳的時候 我們就去那個拜拜啊 去收監一下就好了 以前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以前老人家說啊 怎麼說怎麼做的時候就好了 會有那個遺傳 後來就忘記自己的神 忘記神的誡命 我們常常會這樣子 不是只有這個法律賽人 我們自己也會這樣子 因為啊 我們軟弱的時候 我們就會這樣子 沒有親近神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到遺傳 就會想到以前的老人家的做法 好 那 那 那敬權的假象 以為都是做奉獻或侍奉 就可以不敬人的責任 因為我們是有奉獻啊 我有做 都是奉獻的教會啊 神在家裡啊 父母親的話 我就不需要做敬人的責任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信仰的衝突啊 就拜神以孝敬父母 敬權的假象 能以為多做奉獻 所以說 要追求信仰的外在 都是追求信仰的外在 我們也會很會追求信仰的外在 我們看一下那個馬太福音十五章的 第七節到九節 第七節 他這樣講的 假冒為善的人啊 以賽亞指著你們說的意願是不錯的 他說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卻遠離我 他們將人的吩咖善 當作道理 講的每一句話都是神的話語 很敬略神 真的不錯 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這個是外表而已 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內在 那誰知道他的內在呢 就是神 神知道我們的內在 我們想什麼 我們做什麼 神都知道 不要以為是說 這裡都是不是我們教會的 不是真耶穌教會的 都是那個外邦人 人家也不知道我是真耶穌教會的 我可以隨便 隨便隨便便的 過我們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你不要假冒為善 不要嘴巴講說 是敬畏 尊敬我 心切遠離我 可是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也是恍然的 所以我們要 也知道自己的信仰 不要心口不一 沒有內心的追求 十七愛神的心 在十五章第八節講到 第八節說 這百姓用嘴唇來真敬我 就可以說不要搞錯方向 不要敬拜無用的 心 心啊 就是眼裡神 沒有那個 以人的思想 來引導 來凝引自己的信仰的衝突 行動 那我們看一下 他的第九節 他也講到 剛才也講到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也是枉然的 所以我們要 常常提醒自己 不要一直在嘴巴講而已 我們要常常知道說 神時時刻刻都在我們心裡 特別是我們弟兄姐妹 因為他有眼睛 有眼睛是看不到的 有腳也不會走 除非我去廟裡面敬拜他 他才可以看到我們嗎 看不到啦 是那個廟宫可以看到我們 三年今天也來這裡拜拜而已 三年有放油錢而已 所以他那個神明 他的神明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常常要警惕自己 哇 神與我同在 我不可以這樣子做 我是基督徒 我是不能這樣子做 要提醒自己 不要敬拜那個無用的 所以說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點呢 就是耶穌的教導 神的教導啊 在那個馬太福音的 十五章的十節到二十節 他這裡講到 神的教導 你們啊 你們啊 又聽 又聽 在那個十節 是在這裡 不符言文就叫做跌倒 就是跌倒 我們的不符言文就叫跌倒 所以 講到那個法律賽人被這樣子講了 他就不符了 那我們是不是也會這樣子不符呢 我們常常聽道理 聽道的時候 我們也會不符 怎麼說啊 台上的人講什麼 你為什麼在講我 你為什麼很像常常聽到的道理 都是說常常都在講我 那有的弟兄姐妹聽到的時候 你是不是聽人家講什麼 後來台上就講我 我就不符 下次我就不來了 好 我就不想來教會了 因為是 你這樣子在台上來 這樣數落我 你在台上來這樣講我 講到這一點 突然就想到 其實 就突然想到 台上的講道理啊 神的奇妙 這很奇妙 我上次也聽到一個姐妹在講說 很奇妙 我跟我家裡人這樣子聊的時候 這台上只能 就講出來了 我需要的 那我也是 我一次以前 我跟柯葉花姐妹兩個人在小教室那邊睡覺 那中午我們在那邊睡覺 我們就一直聊聊聊聊 聊到解不開的事情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那樣子 那一天啊 下午啊就是連按指示來領會 好 他就來領會 領會的時候 我就跟柯葉花兩個人傻眼了 難道他偷聽我們兩個人講話嗎 怎麼把我們兩個人想的全部都講出來了 太奇妙了吧 不可能他只是剛來啊 他不可能在門口偷聽我們講話啊 就很奇妙 神就會借著你的需求 神會借著那個領會的人 把你手需要的講出來 就覺得很奇妙啊 所以他這裡講到說 他這裡講到說 那個法律賽人就不服 我們要不要當法律賽人啊 如果我們當法律賽人 我們常常會不服 常常聽到 然後劉會聽到講到你 講到自己 常常會滿意別人 常常會講到說 為什麼會講我 你憑什麼在台上講我 你會藉著台上的話語來罵我嗎 其實不是 神會感動那一個人 從那個領會人的嘴巴 講出來我們所需要的 如果你是有這樣子的心的話 感謝主 主耶穌讓藉著他這個人來提醒我 你會要滿心的感謝 等到你滿心的感謝的時候 神的恩典就會在你心上 所以他在不要那個 不服就是變成跌倒 跌倒就是不來 就會離開神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啊 聽 聽誰的話 要聽誰的話 那我們要聽誰的話 當然要聽主耶穌的話啊 我們不要聽人的話 我們要聽神的話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15章的 十一節這裡講到 十一節他這個叫 人 他入口的不乃兇 那個誤會人 出口的乃是誤會人 我們常常那個入口的 他剛才後面會講到 你入口的洗手洗不洗手 那個都是你個人的事情啊 他有講到說 你吃進去從嘴巴進去 你就到那個廁所了 就在毛坑裡面 就廁所就拉出去了 那是不會誤會人的 會誤會人的是什麼 我們的嘴巴 嘴巴常常講出來的話 要小心啊 常常講出來的話 就不小心就有講到 就誤會的話 就像這個法利塞人一樣 所以說要順服 要順服 要順服神的話語 不論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意 不管是符合自己的心意 我們都要順服 在馬太福音的十五章的 十二節他這裡講到 十二節他這裡講到說 當時門徒就進前來對他說 法利塞人聽見這話 就不服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要 不要常常聽自己喜歡聽的 如果你常常要聽自己喜歡聽的 你絕對會跌倒 我們不管是 台上講的 是不是自己喜歡聽 還是不喜歡聽的 我們都要感謝神 滿心的感謝神 因為他這個人講的話 是在藉著神的話講出來的 不要專挑自己喜歡的 所以說我們聽了後呢 我們也要明白 我們看他這裡十五節到二十節 他這裡講到 他在講到十五節 彼得就對 對 耶穌說啊 他說請將這筆意啊 講給我們聽 耶穌就說啊 你們到如今還不明白嗎 到如今還不明白嗎 雖然是喔 彼得他們雖然是相信 相信這位神 可是他卻不明白 那個我們的傳道 李傳道 信德傳道也常常講到 這些門徒很奇妙 很奇怪 他們雖然是都相信 可是他卻不明白 他就不明白神的話 神講的 他做了那麼多奇妙的恩典 他們這些老信徒啊 這些古信徒啊 都看在眼裡 可是他卻不明白 所以說他 他又講到說啊 耶穌又講到說 你們 你們到如今還不明白嗎 問一下我們自己 還不明白嗎 我們還不明白 這位神嗎 我們要明白呀 所以 所以我們啊 不要悉心領受主的教導 不要悉心的領 領受 就像 保羅有時候講的一樣 常常看到人家的一根刺啊 可是自己一個樑木都看不到 看到你一點點 你就一直這樣 這個人是怎樣怎樣怎樣 這個人是那樣那樣那樣 常常會看到別人 可是自己一個樑木 一個刺跟樑木 樑木多大 自己都看不到自己 常常把自己的當成是 我信仰 我對自己的信仰是多好多好 別人的信仰是怎樣怎樣怎樣 別人我是會怎樣怎樣 別人是怎樣怎樣 常常我們會這樣子的人 所以我們常常要警惕自己 所以那個 又明白 明白真理追求的精神 我們又明白 那他這十八節到二十節 他這裡講到 十八節到二十節他這裡講到說 唯獨出口的是 是從心裡發出來的 這才誤會人啊 他說因為啊 從心裡發出來的 有惡念 凶殺 監營 苟合 偷盜 妄證 綁毒 他說這 這都是誤會人的 至於啊 不洗手吃飯啊 那切不誤會人 不洗手吃飯 切不會誤會人 那只會他自己的衛生不好而已 那自己的衛生不好 跟我們沒有什麼 只是可以提醒他 你忘記洗手哦 因為現在很像請洗手有沒有 我們因為是疫情的關係 以前沒有疫情關係 也不會叫我們的家旅人說 快點洗手 不會 疫情的關係 我們常常會看到家旅人 會提醒 會提醒 提醒說 你回來還沒有洗手耶 會提醒 因為是疫情的關係 那以前也沒有啊 我記得以前 我 不洗手 我先生科迷會也不會講 後來啊 剛那個疫情的時候 比如他會講到說 你還沒有洗手耶 他就提醒你 所以你吃東西 要請洗手哦 所以會互相提醒 可是他這個是不會誤會人的 所以跟那個洗手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要明白神的 要追求神的精神 要成為天父受災重的 受災重的 在這裡講到我說 15章的13到14節這裡講到 13節他這裡講到說 他 耶穌回答說 反災重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災重的 必要拔出來 令平他們吧 他們是瞎遠領路的 若是蝦子領蝦子 兩個人都要掉在空裡 他這裡講得很清楚 神講說 凡災重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災重的 必要拔出來 他這裡講得很清楚 必要拔出來 他說 認平他們了 那個時候就認平他們了 哎呀 你這種的人 反正不聽神的話 就認平你吧 隨便你 你就去吧 他們是瞎遠領蝦 領瞎遠 領瞎遠 領到他這裡講到說 是瞎遠領路的 若是蝦子 領蝦子 兩個人都要掉在空裡 他這裡講到 那我也想到一個 外其他教會的 教派的 你看 他們其他教派很虔誠 很虔誠 他有帶很多木道朋友 很多木道朋友 他有講到說 怎樣怎樣 我那個教會怎樣怎樣怎樣 他領到哪裡去 領到坑裡啊 領到掉到坑裡去啊 因為我們知道 真正的得救的教會在哪裡 有沒有符合 像我們常常給木道朋友在聊 他會講說 去教會不只有聽而已 你也要明白 不是只有聽而已 我們要明白 明白什麼 神的話語啊 明白什麼 這個教會有沒有符合聖經 明白什麼 他所做的 有沒有按照神的話語去做 不會講到說 誒 聖經裡面講說 不管是舊約 新約都會講到說 不可以加添 誒 神的話也不能加添 也不能減少 如果是我們加添又減少的話 這個債也會把你討回來 所以講得很清楚 我們要把人帶到哪裡 帶到神的家裡 真正神的家 不要帶到 帶到那個不是神的家裡啊 到時候連你自己有兩個人 一起掉到坑裡去了 就是死亡 死亡在哪裡 就在火湖裡 所以我們要明白神的話 所以要領受 領受從神而來的道理 那要在神的國度裡啊 有份 就像十三節一樣 成為屬靈的明遠人 在十四節這裡 我們要成為屬靈的明遠人 我們要屬靈 因為相信我們每位弟兄姐妹 都有聖靈 有聖靈親自帶著我們 我們要當一個屬靈的人 不要把自己 不要跟人家外邦人還不如 雖然是有什麼事情 人家為你說 就像我們有的時候去發傳單 傳福音 剛好碰到那些 一桌的人他們喝酒 一桌的人喝酒的時候 我們就要再懷疑要不要去 發傳單給他 有些人還會講說 因為我們穿著 正義書教會背心的時候 他這樣 過來過來過來 我們還在懷疑說 想著不要 那些酒鬼不要過去 他這樣說過來過來 那麼一過去的時候 你們是哈利路亞 正義書教會的 對呀 正義書教會的 啊 我也是耶 就很小心喔 我也是耶 他們就 對對對 就是他 他就是你們正義書教會的 那時候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說啊 只能講說 感謝主 那我們哪一天 哪一日 有活動 希望你們一起來 正然這樣講 求神帶領你 好 那就只能這樣子講 所以我們不要那種 有那種的人 我們要當有屬靈的 那個明眼人 那第三點呢 要追求真實的信仰 我們要追求真實的信仰 真實的就是有聖覺 二章的二十八到二十九節 他是兩百十一頁 二十八節 一倍讀 因為外面做猶太人的 不是真猶太人 外面露生的割禮 也不是真割禮 唯有裡面做的 才是真猶太人 真割禮也是心裡的 在乎靈不在乎一文 這人的稱讚 不是從人來的 乃是從神來的 阿門 我們要做真猶太人 不要做這個假猶太人 他這裡講到說 因為外面做猶太人的 不是真猶太人 在外表而已 在外表而已 所以他這裡講到 不要做外表的 我們不要看外表的 看起來來到教會 很屬靈 很屬靈 來到教會 毕恭毕敬 很屬靈 一到教會門口的時候 就忘記我是誰 就開始忘記我是誰 忘記我是基督徒了 一到門口 教會門口 就忘記我是誰了 在一到教會裡面 就很屬靈 哈利路亞 就很好 可是我們不要做外表 外表的猶太人 他在講 要做裡面的 內心的 從內心發出的 真猶太人 真基督徒 我們要做真實的信仰 所以說真實的要敬拜 不要枉然的敬拜 乃是熱心實真地認識 來認識 我們看一下羅馬書的十章 一節到三節 羅馬書的十章 十章的兩百二十頁 一節到三節 阿滴拜讀 弟兄們 我心裡首願的 向神首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樂心 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因為不知道神的意 想要立自己的 想要立自己的意 就不服神的意了 阿滴 他這裡講到說 保羅在這裡講到說 弟兄們 我心裡首願的 就向神首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守樂心 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因為不知道神的意 想要立自己的意 就不服神的意了 所以說不要常常 以自己的聰明為主 不要以為是自己聰明 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聰明來做 就按照我們自己 想要做的來做 沒有按照神的話義來做 我們常常要按照話義來做 不要來立自己的意 自己不算什麼 就像保羅一樣 不要像保羅一樣 保羅他真的是 當然是我們不是敬畏保羅 就像傳道說這樣說 可是我們可以學習保羅 保羅這個 這個他的 他愛神的做法 我們要學習 要榜樣 可是當然我們不是說 要敬拜他 我們要學習 只是要學習他 我們要敬拜神 他在講我們要不要立自己 唯一自己不算什麼 自己不算 你再怎麼聰明 也不過如此而已 你再怎麼安排 再怎麼樣做 神如果不是神的話 我們凡事都不能 所以真的是要警惕自己 真實的要思考 從人的角度 神的角度 從不明白 從不明白的 到真明白 我們要從那個人的角度 還有從神的角度 來思想 來思考 那我們看一下 《一汉福音》十四章 《一汉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二十六節 十四章二十六節 我們新約一百五十頁 二十六節 二十六節一百一篇讀 寶慧師就是復因我的名 首要拆來的聖靈 祂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 想起我對你們首說的一切話 阿们 我们要常常想起 神對我們說的一切話 因为神给我们的宝贵师 宝贵师是什么 就是圣灵 宝贵师就是圣灵 圣灵神把圣灵给我们 我们常常要想起神的话 不要让我们的神的灵忧伤 神的灵忧伤 不要让神的灵来哭泣 为我们来哭泣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真正的自己的信仰是什么 要从人的角度去想 那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角度去想 我们要从不明白到真明白 不用当一个浮屠人 迷迷糊糊的过一生 真的要警惕自己 不要看到什么事情 被迷惑的时候 被诱惑的时候 你要想主啊 求神能够保守我 带领我 不要让我们 这个年纪了 我们一把年纪了 我们还要被诱惑 我们还能够活多久 我们要想一下 现在不会说年纪大 连小孩子年轻的也是 那当然是 常常有讲到 棺材是装谁 装老人吗 不是啊 是装死人啊 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啊 不要以为自己还年轻啊 还年轻没关系 就像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一样 我还年轻啊 我等我快要老的时候 我再来悔改 来得及吗 来不及啊 没有多久 神就把他的命捡血了 不他拿走了 你来得及悔改吗 来不及啊 我们趁着有这个今日啊 我们要快点悔改 回来啊 不要迷迷糊糊的 自己的心也能够迷迷糊糊的 如果真的迷迷糊糊的 真的很可怜 一直听道理 我们都还不明白 为什么不明白 因为为什么听道理不明白 因为不服嘛 自己不服啊 不服那个台上手讲的话啊 不服台上的手讲的啊 不服神手讲的话 所以你才会迷糊 才会迷糊 失去方向 因为你没有尽全的心 一天都会怀疑别人 一天都会 我也怎么样做 因为自己太聪明了 以自己的聪明 来标准 我们不要这样子啊 我们以神的角度 来从不明白 到明白道理 我们要怎么明白 当然我们要多读圣经啊 像我们现在教会有 我们有那个 有家庭祭坛啊 我们有读经度啊 我们可以多读圣经 不知道的 我们可以来问 如果这句话我不知道的 不明白的 我们可以来问 传道啊 指示啊 教会的负责人啊 我们可以来问 那教会等于 负责人没办法回答你 他一定会去问传道 等于问传道 你的需求会回答你 所以我们常常去读经的时候 你不会枉然 你读经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神的话语 常常会就会 不敢去做这些事情 你常常读经的时候 你会觉得 很像读到这个章节 又小朋友会这样子 读到这个章节 就觉得很像在讲我 很像在讲我 很像在提醒我 要让我不要再 要怎么去做 常常会这样子 所以你常常知道的时候 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就会 不管走到哪里 你都会很感谢神 神一切都会胜过 胜过 胜过法律 法律就是法律赛人跟文士的义 我们看一下十五章的二十节 马太普音十五章的二十节 最后这个章节我们看一下 再回来看一下 二十节他这里讲到说 这都是误会人的 至于不洗手 吃饭 那切不误会人 所以说我们不要去抓人家 小小的毛病 不要去抓人家 小小的毛病 不要去 要常常要提醒自己 我们自己不是人家 一根刺而已 我们是一个梁木 你要想一下 我们自己一个梁木 只是自己看不到自己而已 所以你常常想到说 哇 人家是一根刺而已 小小的而已 可是我自己一个梁木 如果你这样子想的时候 你绝对 绝对你的信仰 你就会 每一次 人家讲的道理都很扎心 就想到说 感谢神 让某某人来提醒我 感谢神 让某某 哪一个圣经章节来提醒我 我们常常有感谢的 感谢的心 你的信仰就会 就稳固 常常有神的话 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你就会不会偏差 感谢神 那小妹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宴神祝福大家 那求神保守我们 那也切千篇荣耀的归 也天上真实